我們上個禮拜談到那個 幻境隨限 那隨限裡面談到要破那個斷滅論 還有破那個造物主 這樣的話就會產生因果 就是建立佛教的因果論 那因果論這邊有初學的人不一定很清楚 那你現在的話就說 我們現在 現在所有的一切 就是上輩子做的 那我們現在所努力的 就是為後世在努力 這裡面最徹底的是印度人 印度人 印度人的話 大概他認為他這輩子做過不好 是上輩子沒修 現在的話這輩子就是為下輩子 所以印度的階級的話 不容易破就在這個地方 那四種性還在這個地方 因為因果論裡面 大概你就知道我們是處在哪個地方 我們處在這一塊 因為這個三角形畫的不那個 這個一佛所統治的 一佛三千大千世界 一個大千世界所統治 一個一尊佛而已 下面這麼多的菩薩 聖文又比菩薩多 天神的話一個下面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這個就呈現三角形 整個裡面 所以的話你想想看 為什麼因果論 你不要就人死後必定為人 人死後不一定必定為人 下面的話 你看上面的話 雖然有一二三四 從這個嚴格講 六度這個地方就開始 虛活的人是從這個地方看的 上面四聖 下面六輪迴 四聖六輪迴 先講四聖的話 四聖的話 四聖上面嚴格講 這個是三個 佛菩薩身文是三個 原覺是要擺在外面 因為原覺有原覺佛 原覺菩薩 原覺身文 像釋迦摩尼佛在普利樹下正道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是原覺佛 單獨一個原覺佛 所以四聖就這樣排 那下面六個是輪迴裡面 你看輪迴裡面人排得很高喔 上面只有一個天神在我們上面 你下面的話一大堆的 你在那個輪迴裡面你是那個 因果論就叫我們謹記喔 你不是人死必定為人 你斷滅論裡面就是你 你不是因果論 你就覺得沒有清乎 覺得沒有因果 沒有什麼 或者是怎麼樣的話 你想想看 你這樣的話 你來生不一定是人的耶 所以在釋迦摩尼佛 其實累世的修行裡面 他還是有不一定是出生為人的時候喔 何況是我們人 所以你要 所以人生難得就在這個地方啊 這個是人生非常難得的 你不要以為生命沒有什麼 甚至這個要修為這個位置是不容易的 阿修羅是跨三界 跨三界 這個地方是大概就是說 一般人告訴你因果的大概現象 上次我不是跟各位講嗎 那個時候盧幻隨見 那幻的話在華言裡面 不是只有那個喔 連韻的話他都 你看 五韻的話 色、受、想、行、事 都是如幻的 你看這個是泡沫 泡沫 你看這個是水上泡 這個是巨沫 就記在一起的 那個熱石焰 熱石焰 熱石焰彈過好像彈過一次的 芭蕉 芭蕉的話在很多喔 尤其在玄戰法師手藝的 對人生的那個形容的話 他芭蕉常用 各位知道芭蕉怎麼生的嗎 芭蕉的話可以容易稀釋 芭蕉你看一顆很高到大這樣喔 你把一片葉子香蕉 把一片葉子香蕉樹的話 一片一片這樣剝開來 是中空的 所以為什麼每次做台翁的話 那芭蕉那香蕉樹都一片都去打 因為它是中空的 它就形容空 你不要這樣 你以為是一棵大樹這樣喔 那芭蕉樹看起來也是像一棵大樹 但是你一葉一葉這樣吸 它是沒有不實實心的 所以在佛教裡面 尤其玄戰法師常常用形容 用芭蕉來形容人生 芭蕉來形容 這個都心事也是一無入飯 這樣看過來 那我們今天的話是要談 今天所以談得很快喔 我覺得天氣很冷 談的話我們一修行 大概有五十二個位 實信實柱實行實灰像 然後就實地裡面 就特別把它弄清楚 就一地到實地去 然後等絕廟絕 大概廟絕就是佛了 等絕就相當佛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條紅線 叫陸聖流 你讀別的經 別的經 尤其華顏經 華顏經的話 就實柱實行實灰像 由於實灰像的部分 發了很大的篇幅 各位如果有空去一下 你那個 要把如來杖看清楚的話 在華顏經的這一品 實會像 大概自七還是自八 他對那個地方 心情的那個 他這個裡面 都是十個這樣上去的 所以華顏經的話 樣樣都 這個實信實柱實信實灰像 都很清楚的這樣去描述 但是在我們本經 楞結經 楞結經的話 楞結經不談這個 楞結經激烏烏的話 這個是很不談的 楞結經一談的話 他是從 楞結經從這個地方去 所以你也沒有看到 發補迪心 也沒有看什麼那些 他都沒有 楞結經是從這個地方 要到這個地方的 所以一般的話 他是用金剛精做 所以用什麼用金剛 用聖蟎來做他的那個 基礎精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等一下我們 大聖修行 大聖修行 他根本不跟你談這個 談這個 談這個 所以一開始就入聖 你就上去 他不談底下的東西 所以你會比較難 你比較難 十個裡面 這裡面的話 各位我跟各位一起 我常常跟你 一直有在聽我講獎金的時候 我們跟各位一起勉勵 當然成活是我們共通的 一間修行人大概成活是我們的 最重要目標 最重要目標 但是成活的話 嚴格講 所以你在讀活經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 很多活經是在批評 批評那個聲文 批評那個原訣 那個聲文 批評聲文原訣 那是我們的謀幻生耶 因為我們在聲文原訣 下我們現在要向聲文原訣學習 然後才能夠上 才上去的 你不要在菩薩 你不要覺得是活在批評聲文 聲文就是不行 好多東西 我們就他批評 我們知道如果我們修到聲文 我們要哪些要把它判破掉 你不要覺得那個 活在批評他 你也覺得 覺得你看他那邊 在那邊批評 不管哪一個 那個設立子 或是哪個人在批評他的時候 尤其是唯謀裡面 在講那個十大弟子 都不是的 不如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是 你瞧不起他 不行 你要把他當做謀幻 像謀幻之後 你要知道人家 他的缺點在哪裡 你要跳過他的缺點 你不要一下跟著 跟著上面這樣活進在講 他不行 你就不行 那還是我們修行的重點 所以的話這個 這個的話 有五十二位有這麼難嗎 如果現在我們把它跳開 跳開任前 不是這個做 弄完才弄這個 這個弄完再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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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講這四十位的話 是可以一起修的 一起完成的 但是台灣 不管是台灣 就是佛教 佛教現在所有的東西 大概這裡面 很多是橫著走 因為這裡你弄不上去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講 一起修的話 我們用入聖流 當作我們這一生 如果你還沒有進去的時候 因為你還在六道輪迴裡面 入聖流當作我們的主要目標 無論如何這一生的話 無論如何這一生的話 自己要給自己一個 一種功課或一種壓力 就我這一生 我要入聖流 這一生能夠在聖流上面的話 能夠升文的話 那更好啊 那下一次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 一看就回復自己的波羅智慧去 那要圓結更好啊 那就再上去 那沒有的話 你要給自己 你這一生什麼都可以失掉 但是入聖流 你不要失掉 那當作你的最主要目標 其他的東西可以 以後沒有 因為到如來章裡面 就告訴你 會剩下哪些東西 其他的那個都沒有 所以這五十二位 你不要覺得 覺得是 修活這麼階梯這麼多 這個 事實上這個的話 是不一定是一個 那到上面的話 有的時候 就有的在華圓也是講得很清楚 一地一地 但是我一般地 我也沒有弄得 要弄得那個 八地一定要了解 六地跟七地 六七八 然後初的話 初地要了解 因為你怎麼進地 你才知道 你陸地 你自己要知道 陸地的情況是哪些 你有進去嗎 那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的話 從這邊的初學 到這邊的話 這邊可以進 到這個地方 我們一般 剛剛跟各位講 台灣的佛教的話 發展都是 大概是越走 有沒有走上去 我不知道 台灣佛教的話 所以一直在那邊轉 一直在那邊講 這四個跳不過去 老是在那邊 尤其不學佛還好 越學佛的話 就生累佛 你越不學佛還好 學佛的話 變成很固執 很那個 把自己的兜兜 學佛沒有 學佛是很快樂的 學佛是要給你很多的本領 要拿哪個地方 你看台灣的宗教裡面就這樣 哪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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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一塊哪個一塊 哪個一塊 學佛是這樣的嗎 請問到如果我們回去的時候 回去的另外一個世界也是 這個一塊 那個一塊 這個一塊 那個一塊嗎 就講我們 我們就講少了一點點 也好 如果我們回去的話 會有一個滑鼓 滑鼓的火 或一個一個 一個活光的火 或一個一個 那個那個 慈濟的火嗎 那都一塊一塊 人家都 各一定 你學我 也不要看見人家很熱鬧 熱鬧的人 以後就不必 我常常講 你不要以盲倒盲 不要把那些東西 你要能夠看破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有緣在這個地方 把這三個字 今天開始也從這個地方開始談 今天也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談 路聖流 因為這部 這部經就是從路聖流開始 他其他的他不要 你要讀這部經 這部經 哎呀 有些我常常看這些 這部經 達摩說震誕的話維持一經 沒有那些東西 談這部經 那這部經 現在是要這樣講嗎 那你都有一定的智慧 沒有一定的智慧 你在用你的生命 用完了之後 你還不知道 你自己在哪個地方 所以我常常覺得這世人 有的時候 蓋觀定論的時候 你自己沒東西 你自己說到最後你已經 你講沒東西 你也沒辦法了 這個是一個很嚴酷的東西 你要的東西 絕對不能丟掉 沒有要那東西 你真的一大堆 那些東西是 有的時候 我常常喜歡用我的口頭 但印毛印毛的東西 就給他印毛印毛 你要的東西 你不要忘記了 你不要忘記了 路聖流 這三個字 就掛在你的身上 這一陣無論如何 不管你去哪 你弄哪些東西 就是要路聖流 所以一路聖流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 你就歡喜地 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歡喜地 不搞清楚 就已經進去了 那路聖流怎麼錄進去 這個一定要弄清楚 下面沒有關係 這10個 這有40個位置 不是這個10個 沒有 整個裡面 這14個是可以同修的 我可以很不客氣地講 台灣的宗教界的話 這個10個應該是 人家正常修 是應該這樣 累進 累進這樣一直上去的 台灣宗教界大概很難 每個修行人 大概就自己 都在這邊打轉 就是當最後面的 任杰金的最後面 會跟你講 那個就是 那個是就 空號 不治空號 就好像按出來 好像打扮都一樣 這樣 路路路路路路路 然後就都沒有辦法跑出 就在那個遠心 你就一直這樣 你以為你很忙 最後如果有時間 我就會給各位講一下 那個4 然後給各位做 做做一個一個複習 就好像一個酸狗的那個酸 你就跑越跑 你也只有在這個範圍裡面跑 你根本就出不了那個範圍 這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你那個酸狗 這個在早期的佛教有簡短的故事 所以今天我就用這四個過來 這個是記一下就好了沒有關係 上次跟你講說境界是如幻的 連誓也是如幻的 這個給你畫一個圖 我要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入聖你會當作你的目標 那這樣上去 那別的地方都談得很細 這個都談得很細 但是到了任邪他不這樣談 都不這樣談 現在開始要今天的課 第八節來我們看我們的第八節 大聖修行 他談的大 任邪經裡面談的大聖修行是怎麼樣 請你打開 因介入心因緣和合法故 一直一直畫到諸法為心 OK看到了 當遠離因介入心因緣和合法故 遠離生諸滅 虛妄分別系論故 諸法為心 然後這個法師一的最下面 修自行內法 修自行內法 OK這個一個囉 好然後一百一十七頁 第二個最後一論 十三難度異的那個 那個的話從第二段的 第二段的第二行的末面 從圓無啟 從圓無啟修 這個第八一個四個字 然後的話這個最尾巴 智希潭 畫三個字就好 好那現在就看注釋囉 那注釋裡面 第一個火輪 什麼叫火輪 幼針 幼針選火輪 快速旋轉火類 就是火把啦 那是輪行 那火把你從它 回到快的時候 尤其你在玩那個有沒有 玩遊戲的時候 用那個東西 弄得緊的時候 好像是一個圓圈 事實上的話 哪裡是圓圈 但無 無輪的屍體 好像看起來是一個輪 那事實上不是這樣 譬如有違法的念念相聚 雖見有種種的型 但都沒有屍體 那水月裡你就知道 水中夜嘛 就是水中夜 明月升空的時候 千條江河 燕生千月 但是你要去撈的時候 一無所有 譬如諸法 沒有屍體 那個燕 這個燕的話 在任元經裡面 用的蠻多的 它用的名詞也非常多 有的時候用熱石燕 那有的時候 丹子就是燕 有的時候稱羊燕 有的時候稱野馬 事實上這都是相同的 這都是相同的 相同的意義 就好像鹿呢 鹿石在那個原野上 他看到那個天氣非常熱 天常熱熱的時候 看到那個水氣 他就在追 他以為前面有水 倒一倒吧 請問的話 那個水氣的話 洗得到水嗎 沒有的話 所以可鹿一直追水 但始終追不到水 那個就熱水了 結果是因為這樣的話 會渴到一定程度 那這樣的話就是 不斷的渴 所以是玉 那個水好像是 患而患有的話 那實際上是沒有的 118燕 無開花方便 這個 等一下再寫一版 無開花方便 跟不情因緣 這兩個是對稱的 這兩個是 這兩句 你可以要對在一起 無什麼叫做開花 就是你 開花就是你著力 你沒有特別去著力他 也就是不假公用 犬巧 自然氣霧真性的妙情 就是 你沒有特別著陸 不情因緣 那不是 情的話就是勞力 很辛勞 你不情的話 就沒有很辛勞 就是你用平常事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不情因緣 就不分親疏 不偏重因緣 一同就是無緣大慈 那同理大悲是相同的 那從地至地的話 你看他開始就從一地 大慎佛教修神的接位 立時信 時柱 時行 四回向 而登十地 那 菩薩聖的十地的話 就是 你看這十地就可以寫出來了 就是 歡喜地 離構地 花光地 宴慧地 南聖地 現元地 遠行地 不動地 善慧地 法運地 那這幾地的話 第一地請勾起來 歡喜地 歡喜 第二地離構 這兩個 花光地也常用 就歡喜地 離構地 花光地 這三地 看起來其他的 然後的話 你要看那個 第八的 不動地 也勾起來 因為你這樣的話 不動地很重要 不動地非常重要 那個智耳大師 他說 智耳大師 已經住三部 那麼大的基因 他說他沒有達到不動地 他不智耳大師 都沒有達到不動地 但我們後世的人 常常說他是自稱佛 那筆的話 你看智耳大師 魔後子官到現在的話 都還用 被人家稱頌的 何況是廟 廟 廟 蓮華金 這個人他很誠實地講 他是沒有達達八地 我們有人自稱是佛的 八地 然後第十地是常識的問題 如果有人標法雲 你就知道 這個十地的最頂就是法雲 這樣大概就知道 三界就欲界色界無色界 波羅 波羅蜜就是智慧 就是到六度裡面的那個波羅度 金剛玉三磨蜜的話 金剛就是金剛金的金剛 寶石的一種 堅硬銳利 光亮無比 能破壞一切 自稱保持完好 三磨蜜就是定 三妹定 等詞等 金剛玉三磨蜜就是定如金剛 能摧毀一切的障礙 通達無愛 劇圖圓就是圓滿 沒有關係 這樣看一百一十九頁 一百一十九頁你看從第一行 等一下講過之後 我再跟各位講 這裡面你要怎麼看 因為這次陸聖流就是 第一個目標 他就從陸聖流開始講 其他他都 他那個下面 失信失助 失信失位 這樣他都沒彈 一開始彈就叫陸聖流去了 陸聖流 你看第一段 我們從黑字開始彈 大會 落戶 諸魚 沙門 波羅門 你看先彈這幾句就好了 那你一般的解釋 沙門 波羅門的話 是什麼 我們上節講的 是不是外道 那諸魚的話 就其他的外道 那其他的外道就變成什麼 就是 就是政教的那個出家人 他諸魚 外道已經上一節講過了 那諸魚就是其他的 其他的不是外道的 OK 就是這樣 那就 所以換你 我又說 大會 那些明白政教的 出家沙門 以波羅門 跟上次談的那些 那些外道 這個是諸魚 就其他的 已經入正道的 這些沙門 跟波羅門 然後第一個你看什麼 見離自信是什麼呢 見的話 就是關鍵一切法 什麼叫離自信 都沒有單獨存在的自信 那下面舉例子 想舉什麼呢 就舉浮雲 浮雲的話 就漂浮到天上的雲 捉摸得到嗎 捉摸不到 第二個 火輪 火輪就剛剛那個例子的話 就是 你拿火把在那邊旋轉 請問有一個輪子嗎 那輪子也是假的 也是沒有的 那潛大佛陣 什麼叫潛大佛陣 潛大佛陣就是幻影 有時候看到 潛大佛陣 常常有人叫 看到江上 看到什麼地方 有倒影 有什麼東西 潛大佛陣 就一個虛 會印出來的一個陣 這樣的話 你看海市聖樓的潛大佛陣 這個的話 就是形容 關於戒法 都沒有存在的自信 它是空泛的 這是第一個 所以 建離自信 這是第一個 A 所以你看看 接著的話 是不是分號 有沒有 下面是用分號 什麼叫做無聲 就是關於戒法 本質無聲 一個是沒有自信 單獨沒有自信 第二個是無聲 一切法都是無聲 那一切法像什麼呢 像的話 它舉例子 像 喚 就是喚禁 驗的話 就是陽 熱時驗 第三個是水中月 那個 第四個 就是夢中驗 夢也是一樣啊 夢中的情景的話 是不實的 但是 但是等一下我們看下面的注釋喔 那個注釋的時候 憨山法師 它把 它的據點不是這個地方 它的據點呢 憨山法師的據點是 無聲 逗點 然後 幻燕水月 又一個逗點 它把疾夢 弄在下面 那沒有關係 那等一下看那個注釋 然後這是兩個囉 第二個對不對 第一個是 見離自信 就是沒有自信 第二個是無聲 然後下面 內外 什麼叫內外心線 因為這都是觀一切法 觀一切法是怎樣呢 觀一切法的話呢 一切法 不是 這個地方 這個 內外心線 內外心線 你要假設內的話就是內根 外的話是外境 一切的話 內根跟外境 外程的話 外程 外境 都是唯心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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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唯心首線 妄想無止虛惟 都是由無止虛惟 虛惟妄想而起 那都是不離自信的 都是不離自信的 所以到這個地方 是一個段落 到這個地方 是一個段落 你看到了嗎 第一個的話是 第一個A就是 見離自信 第二個B的話 就是無聲 然後的話 它做一個一個最後 這兩個小段 它做一個 一切的法 都不離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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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就一段 下面的話 下面就開始有難了 下面的話 你看喔 它講到這個地方 然後 妄想 這個就 妄想因緣滅 那個滅 也就是離 所以什麼 什麼叫妄想因緣滅呢 如果 如果你能夠 照上面這樣 一切法 都違心 這樣去看的時候 就是一切法 都是離自信 都是無聲的 都是 都是 都是心手 都是心手線的話 你能夠這樣看 那內心的妄想 跟外境的因緣 的話 就會滅盡無語 滅盡無語 就是那個妄想因緣滅 你妄想因緣 因為你妄想因緣都 你內境 內心外境都已經滅掉了 那你便能夠離開 你內心的妄想守 是能守 能守 能守就會給你滅掉 能守滅掉的話 你的官守官 這個官 那個說所說 跟官守官 都是能守 一個能 一個守 有沒有 說 要打頓號 所說 官 頓號 所 因為它前面一個能 能字 它沒有寫出來 就是能說 跟守說 能官跟守官 能的話 就從內出來 外那個守 就是相對應的 就叫能守 能守 這樣的話 就到這邊 那下面 這個很 比較難的 受用建立 身之根式 受用建立的話 是什麼 什麼叫受用建立呢 那就指外氣界 也就是層進 六層進 那身的話 就根深 那受用外層進的話 因為你有六根 六層 然後你會產生六四 這些的話 都是由市藏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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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 對於沉浸 下面的重點 對於沉浸的 市的境界 射受 及射受者 這個有三個東西 市的境界 什麼叫境界 這是一個 那個 然後射受的話 什麼叫射受 是一個 射受者 也是一個 你看後面的注釋 在哪個地方 120頁 120頁 任切通緣有告訴你 前接 於市 境界 射受及射受者 任切通緣這樣講 境界的話 市的境界就是六層 那個射受的話 就是六根 六根射受六個境界 六根射受六層進 然後這樣的話 射受者的話 就是產生六四 就產生六四 這樣的話 你這樣的話 射受者這樣的話 不相應 不相應太重要了 不相應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到 到重點後 會到後頭才會出現 什麼叫做不相應 就是根射不偶 因為 因為根跟射不偶的話 它就不會產生 那這樣你就有一點難 那叫不相應 也很重 不相應是後面的法門裡面 非常重要的東西 因為不是有根 有射有四嗎 現在告訴你 不相應 不相應的話 就是你舉兩個 就根跟射 沒有辦法 不 不 呃 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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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偶 兩個 才能夠產生四 你沒有這個 沒有欠這個你就不能 所以這叫根射不偶 根射不偶是修行很重要的法門 到後面 因為這修行法門 近來沒有講 根射不偶我們今天先舉一個人 因為舉一個人的話 西雲法師 我們大家都很敬佩的 西雲法師 就修這個法門 所以你看西雲法師的那個 所以我們就後面有一本 那個西雲法師那個百年才雲那個 你各位打開來 你看西雲法師 你這看他的所有的 所有的照片 你看不到他的眼睛 你這一身只有一張有眼睛的 那是他過 他要過世前三個月 才把眼睛打開來 他那個其他的 他留下這麼多 他也喜歡照相喔 留下這麼多的照片 但是沒有一個 你可以看得到他的眼睛的 他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 國民政府主席 就現在的 就像我們台灣的小鐘 就像那個習近平一樣的 國民政府主席喔 他跟他照相 他眼睛也是眯起來的 他也不看 他跟外國的那個 那個大陸的照相 他眼睛也不看 這個叫 因為他眼睛 他修眼睛 他跟他不給他喔 他把他的眼睛 一直都藏起來 他薄 就不我就不成雙 不成雙就不成事啊 所以你不要看三個字喔 他告訴你這個 這個跟沉進就三個裡面 他把他弄進來 這個是不相應 但後面會講法門 講法門的時候才進來 所以你這樣的話不相應 你這樣的話就會到達 你這樣的話就會到達 這樣的話 下面這四個要請你勾起來 入聖流的四步 無所有境界 離身住面 自心起 隨入分別 他寫得這麼簡單 他在講些什麼東西呢 那你這樣就能夠達到 無所有境界的話 無所有境界的話是什麼呢 那你就會 你如果達到 外境空無所有啊 那你外境 就讓你空啊 外面的話 就沒有那個 上面的話 嚴格講 在上面的 我們先看 再回過頭 先看第三行 那個 妄想 因緣滅進 有沒有 這個地方 然後再回到這個地方 妄想 因緣滅進 那個 妄想的話 是由內心 內心的妄想 那因緣的話 是外境 外境 所以內境 內心 跟外境 你都被你滅進了 都被你滅進 都滅進無疑了 那這樣的話就是什麼 那你就是無視相 無法相 無非法相 他就跑得很快 他一下就跑到那個地方去了 所以他 任前沒有跟你客氣 叫你花菩提心 叫你那個東西 他一下就認為 那個金剛精的那個 透向那些 通通都是你以前要修的 他通通都不要 他一下就 一下的話你看 這個妄想 因緣滅進 只有六個字而已啊 那妄想是自己的心啊 那因緣的話是外境啊 那你內心 外境都被你滅進 都滅進 都滅進無疑了 那滅進無疑的話 那你當然就是沒有 裡面就沒有四相 你也沒有法相 你也沒有非法相 快不快 那你一般人怎麼接得上來 那你整個裡面 他就講得很簡單 所以他就 跟你滅進啊 所以你是無所有的境界 空無所有的境界啊 第二個 你離身住滅啊 身住滅的話 就是什麼呢 那你什麼像通通都沒有啦 離一切的那個 身住滅的幻象啊 所以也就是 上一節的話 只有幻境隨見 也是隨時了解 到這個地方 他已經 已經離身住滅了 都已經離開了 然後什麼叫自心起 自心起的話 就像是很親近啊 你可以自心可以得起啊 因為你自心是親近的 如果再講簡單的話 這個就是 就是金剛經裡面的 因無守住 前面有無守住 而生其心 那生什麼心 那個心就是親近心 然後能把 能轉煩惱為親近的那個心 他東西太多了 一下 一下就跑這麼快 一下就跑這麼快 那什麼 隨路分別 隨路分別 這句話要倒過來看 你看喔 隨路分別 你要就這樣 用我們不是 隨路一切境界 以政治分別嗎 你要把它倒過來 以政治呢 就以正 政治 就巴登的那個 那個政治 政治觀察分別一切的境界 你就產生政治啊 那個三十七道品的 八正道裡面的那個政治 你就產生了 這個 這個時候就已經到聖流 這個時候還沒有陸地喔 就已經到聖流去了 下面的話 前面給你講 你要見離自信 你要有無聲 你要知道一切都是 都是不離自心的 你這個境界裡面的話 他又分 你的望陰也滅進啊 你就離妄想離什麼的 那你跟陳給他 給他不相應的時候 那你就 後面四個是重點 是要 無手有境界 要 離身住面 要自心起 要隨路分別 四個重點 很難喔 你現在要畫喔 你這樣 我們再回過來喔 大會 如果豬魚 那個豬魚的話就是 豬魚沙門 彭洛門不是外道囉 那些外道 不是外道的那些人 叫做豬魚 這樣的話 他們這些正道的人 他有第一個 第一個特性 就是見離自信 下面他有三個屁育 一個兩個 三個 一個兩個 有沒有三個屁育 有沒有 第三個的話 第二個是無聲 一切瓦都是無聲的 都是無聲的 本質無聲的 他有幾個屁育 這個地方 我們的 是有四個屁育 觀山法是只有三個 就是幻焰水月即夢 然後這樣的話 一切都是不離自信的話 他這個地方 只是講說 一切都細微的 這個是一個 告一個段落 那這樣的話 再下去的話 就是告訴你 把內心跟外境 都滅盡了 那你滅盡內心跟外境 的時候 你接著要什麼呢 要能所也把它滅盡 就是你一望想 說跟所說 就是能跟所 然後觀跟所觀 這兩個是能跟所 就是能說 你要離妄想的能說跟所說 離妄想的能觀跟所觀 這樣的話 你就這樣了 然後另外 你要根式裡面的東西 你的根式 通通就是根式的 要讓他 都把它當虛幻 這三個裡面 你看 禁戒 射受 跟射受者 就跟 禁 成 跟 然後是 這樣的話 你就要讓他 哪一個 讓他們怎麼樣 不相應 讓他們 不要 就是 每個都會生事 你讓他不相應 不相應的結構 你就會產生這下面四個 你有這四個 你就會入聖流 有這樣的話 有下面四個 你就會入聖流 你要有無所有境界 你要離身住面 你要自心起 你要隨路分別 這樣的話 你就會 這四句 等一下我們再來解釋一遍 解釋一遍 解釋一遍 我們現在再看下面的那個 歷代的大師 再怎麼講 民憨三法師這樣講 民憨三法師怎麼講 他說 藍此眾多無身二子 藍此眾多無身二子 則是 關於戒法 無自信 如浮雲等 然後就 第二個是 關於戒法 無身 如患等 關於戒法 唯心 首限 如夢事 有沒有 他三個關 他把那個後面那個 那個是分開來 變成三個 折上半段的 折上段 前半段的聚合 見離自信 無雲 火輪 前大薄成的 無身就是 患 患 悅 水悅 然後的話 照他的意思 疾夢的話 就擺在後頭 疾夢 內外心線 妄想無死 不離自信 那這只是說 那個舉例的時候 要放前放後 沒有關係 憨三法師又這樣講 內 內外心者 內心 指第八世中 寒蠶無死來 無死時 直來虛為 虛為習氣的種子 虛就是起六世 辨世外境 實非外境 故雲內外心線 妄想無死虛為 因緣所變 如夢中事 時不離自信 故又以文職來做 就換句話講 就在一切都是唯心 一切唯心 那下面那個 前面的句子 南的是 於是盡界色授 及色授者 剛剛我們舉過了 任傑通義這樣講 那個 視的境界就是六成 視色授的話 就是六根去色授 然後色授者的話 就是產生六四 又自信 隨路分別 畏意的話 如是思惟 觀察自信 以為身故 唐 就最後一個意思 無能所取 即身住滅 如是思惟 橫住不捨 憨三法師又這樣講 心靜即空 而又隨路分別 且雲橫住 雲生者 正所謂 應無守住而生其心 所以 生其心 憨三法師認為是應該應無守住而生其心 而生其心 OK 那這段的話就是 很重要的就是下面的四個 無守有境界 離身住滅 然後你要 你就要有應無守住而生其心 起 然後你要用正字 來隨路分別 所有的一切分別 都是要用正字來分別 這就整個 這是 這次談路聖流的四個 四個要領 過來下一兩段 事實上可以合併為一段 兩段的話就是 這次講怎麼路實地 這兩個可以變成一個 那路實地的步驟 我們 我們這個上面的話 路聖流是我們比較重要的喔 那路實地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也要把它學一下 那路實地 他在講哪些東西 這兩段是可以併在一起的 併在一起的 然後的話 他就講完之後 最後一段 他把它做一個 一個 又再做一個大統合 做大統合 就成活大道 大統合 好 我們再看下一段喔 嚴格講 這兩段是有 大概有幾個要點 幾個要點 可以一個一個這樣下去 我們從 從黑子這樣看起來喔 大會啊 比菩薩不久當的 這個大家可能 這段可能沒有那麼難 沒有上面那段那麼難 這段的話 看起來 但是 我們嚴格講 你必須要有上一段做基礎 然後再看這一段 再看這一段 好 大會 比菩薩不久當得 生死涅槃 這個 也可以當作第一個的話 你如果這樣入聖禮物之後 你第一個 你會 你會得到什麼 就生死涅槃平等 生死涅槃平等的話 就是 因為生死涅槃 皆為一心 換句話講 就是什麼呢 冰跟水 都是同一個私信 換句話講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你都把它看一切都是唯心 那個隆隆所談的 那個就是重點 一切的話 你如果看不清楚這個 你一切都把它當作 一切都是唯心的 OK 一切都唯心 那個生死跟涅槃平等 就是 我就是換句話講 皆為一心 生死也是心 涅槃也是心 它都是一樣 就好像冰跟水一樣 這樣的話 換句話講 你就是 生死跟涅槃 都讓你看平等了 那你就是看破 你就看破了 你就要進入地了 你就已經看破了 就入地了 這第一關 你會得到生死跟涅槃平等 這樣的話 就讓你看破了 就第一關 第二關什麼 第二關什麼 這是一 第二的話是什麼 你會得到第一個 你的心有這樣的看法 生死跟涅槃平等 入地的第一個要見 第二個的話 是你會大悲巧方便 那什麼叫大悲巧 如果不露子的話 是大悲又全巧方便 什麼叫大悲 換句話講 這個是全巧方便 你要用直悲心去看所有的東西 你看即使在施捨的時候 你看到不時皆來時有沒有 你施給人家的東西 還要對人家是很客氣的 還不時講說你那個 還有那種態度 你要用大同體大悲的那個心態來講 你有這一個是你的第二個 第三個無開花方便 那什麼叫做無開花方便呢 無開花方便 那個開花的話 就是你沒有做意 你沒有造作 那無開什麼叫無開花 就好像呼吸 你呼吸你有造作嗎 只有呼吸困難的人才知道 要呼吸的很重要 你走路你有造作嗎 你還是造走路 只有你哪一天試行的時候 那個你看那個換那什麼 什麼證巴金士證 什麼那些 不能走的時候 你才知道那個走路是 還是公屋的 請問我們呼吸你有作意嗎 那你呼吸有啦 啊你那個 你走路有作意 你也有作意啦 你的哪一天 所有的公屋就是要這樣 無開花方便 就是跟你講 就是這麼方便 要做到這種地步 不要作意 不要著力 不需要去著力 不需要那些東西 你就可以達到 這第三個 下面的話 第四一直到很長 會到下面去 就得如萬三 這樣的話 大會啊 比一切眾生 我們在 一直念到不情意願 看下面的白紙好了 大會啊 這些 這些上面不是有入聖流嗎 你如果入聖流 你照這樣去修行的菩薩 不久你當的 你照入聖流那四個 這樣做進來 你會怎麼樣 你就會到初歡喜地去 初歡喜地你就會贈得什麼 生死跟虐凡就會平等 啊 這個是陸地的形象 陸地的第一個形象 你就會 把 會看透 你不會生跟死的話 你不會那麼在意 你不會那麼在意 啊 你一直在意的話 大概你陸地 你陸不了 陸地就陸不了 就第一個喔 你那個形象 第二個的形象就是 第二個形象就是 你會運用大飛 會起扇腳的方便 你不會笨笨的 大飛 你有扇腳方便 第三個的話 你會不假公用的 那個無開發方便 你 不但是大飛 然後你很能夠 能夠前腳方便 你不需要著力 換句話講 你就這個時候 就人運自在啦 你就 除了大飛之外 你還是人運自在的 的用他 那下 這是三個囉 一二三齁 一就是生死 你也看破生死 你也生死問題 第二個你有大飛心 第三個的話 你那個就修無為 修無為的才能夠上來 無靠方便也可以講 因為你就是無所作為嘛 就無為嘛 這個時候才能夠入聖禮 你有作為的話 你入不了這個地方 這是第三個 下面都談第四個 談第四個 談第四個 大飛啊 這樣 如理修行的菩薩 官一切眾生都是如患的 那個 那個 不勤因緣就是什麼 不勞作為 就人運因緣 換句話講 那個我們不勤因緣嘛 那就是 前面是 不需要著力 然後就 就能夠有那個功用 啊這個是 不需要勞力 因緣的話 那就是 沒有特別 換句話 流支 剛剛我們不是勾起來嗎 流支叫做無因緣起 不是從因緣起的 那個 唐義就這樣 從緣無起 就是沒有緣 那起的 我所以不講 無緣大詞嗎 同理大飛嗎 就無緣大詞 換句話講 你就不要細數 沒有細數的關係 也就是無心事的攀緣 你不會特別去攀緣 你不要特別去攀緣 前面是著力 那這個地方是 你不要特別去攀緣 所以你這對稱喔 那個無開花方便 跟不勤因緣是對稱的 沒有 特別著力的方便 是沒有 這個是說 沒有特別細數的 或勤的話 或是勞力的 靠因緣的 這樣的攀緣的 這樣的你要離 就開始要離內外的境界 離內外的境界 就是關於一切的境界 你都能夠離掉 然後的話 心外無守見 心外沒守見 次地隨入無相處 次地這樣 次地隨順 去入 我無法 我跟法 兩個空 我空 法也空 這個叫無相處 次地隨入 從地至地的 現在已經入地了 然後你就要這樣慢慢的修 從一個隨順 一地到一地 一地到一地 雖然在法言裡面 一地一地分得很清楚 你不要把一地一地分得很清楚 你只要到歡喜地之後 那就隨順他 你就照著這樣去做 前面四個當基石 這個地方的話 就按照這個地方 你看破生死 有大悲心 不要 要無違法 不要照做 然後那些的話 就空向 那個是一定的 你要不齊因緣 就不要特別攀緣 你這樣就整個 整個 這我是把它分做兩段 為了解釋方便 事實上這兩段都是在講實力 講到等絕妙節去 所以 所以整個裡面呢 那個 任節是講得很快的 那我們看下一段 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 這什麼 你要了解三界都是如幻的 就是 那幻境隨限是一樣的 以政治分別觀察 政治分別觀察 就是上一段的那個 有沒有 那個分別 最後一個就是分別 那個用政治觀察 這個就上一段的那個要弄過來 分別觀察 你會得到什麼呢 得到如幻三昧 就是 那個如幻的話 你會 很精進 三昧的話 就達到很精純的境界 你就一切如幻的話 你就得到如火存心 如火存心 這是第四個 第一個得身子涅槃 第二個大悲巧方便 第三個無開花方便 第三個 你會得到如幻的三昧 過來第五個 然後你這樣的話 就 度自心線 無首有 那個度就是超越 你就會超越自心首線 通達一切都到達無首有 都到達無首有的那個 無首有的那個 無首有的那個是第八的 那個無首有 嚴格講已經到第八地 那就這個很難 那個嚴格講他是 因為第八地的話 第八地之前的話 都有身相 有首座相 有身相 跟有首座 有首座 到了第八地的話 就沒有 就沒有 他是無身的境界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清楚的 得了八地之後 一般人家講的話 得了八地之後的話 也就不入母 他就 他入母胎的話 大體上就這樣 你有幾個蓄影 蓄影的話 一開始出身 有人講他是 是包衣這樣出來的 因為他就是八地的 八地再來的話 他大概這些 他是 他是要 那個 即使有的話 大概也是很短的 那就是要修到八地 所以八地叫做不退地 也叫不動地 不退不動 如果你很精進的話 不但只有入聖牛 當你的目標 把八地當作你的目標 那整個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深的 比較深的 那你這樣之後 到八地之後的話 你就會得到什麼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 那個什麼 得住 波羅 波羅蜜 你的波羅的話 就是很深層的 就是非常非常精深的波羅 這次 到現在就出來了 你的那個波羅智慧 就 前面也有那個 但波羅智慧不純 到這個地方就是 就會得住在波羅蜜 就非常那個 然後你會捨離 捨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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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身手作方便 因為這要刺激去斷 刺激去斷 刺激去斷 然後第六個 你會得到什麼 前面得了 第五個是得 你會得到波羅智 得到那個波羅智慧 然後第六個 你會得到神定 金剛玉三摩提 這個就是神定 你會得到金剛玉三摩提 這個一般來講 我這個翻譯的時候 有照刺激這樣給我翻 他就是等絕 那個等絕的那個後心 等絕的後面了 然後你得到金剛玉定 你會頓斷最後一個 那個寄生無明 頓斷最後一個寄生無明 就死了 那就已經就那個 所以的話 你就已經到了 會到頓斷最後一分的 那個寄生無明的話 你就會回 剛剛前面 第六個 第六個你會得到 金剛玉三摩提 三摩提 就是你得到 身心的那個定 然後第七個會得到什麼 第七個就是 你會隨路如來生 好像看 跟如來是同一個生一樣 隨路如來化 神通自在 慈悲方便 具足莊嚴 現在就三摩起來了 然後你會 就是第七個 第七個特點是 等入一切佛煞 外道入處 那這看起來好像 一切佛煞就是 你就會成佛 然後的話 你也會化 那個外 你對這次外道的話 你通通也都能夠化解 都能夠弄在一起 不會把佛魔分開來 不會把那個 整個裡面 不會分開 所以你平等的 遍入一切 一切佛煞 一切外道 為什麼是等入一切佛煞 外道入處 這個下面有 有那個 這是第七個特點 然後你這個時候 就會離心 第八意識 就是心 意的話 第七意識 現在都還沒有跑出來 就離心的話 你就住 就是第八意識 意的話 就是第七意識 意識的話 就是第六意識 你的那個 你的八七六的意識 四的話 通通會離開 你這個時候 就是菩薩 你會見智轉身 那你就會 從你的那個 本來就一般的那個 那個 就你的境界 就會到達佛 那個佛 如來 清淨法身 上妙的色身 那上妙三十二項 通通這個時候 通通都會具足 OK 所以這段 這兩段合起來 是在講實地裡面 怎麼用 怎麼用 一段一段的心 大概分七個 七個我再講 第一個 你會得到生死 涅槃平等 你就會看破 你大概生死綁不住你 你大概會 大悲心 你會生出來 會生出來 第三個的話 你會 你會那個 你不會 沒有作意的話 你大概都 可以達到一些一些 無作意的話 你就人運自在 那第四個的話 你會 得到一些 就把一切都能夠看作 如幻 都能看空 這個時候 通通就 那個像空 通通到在這個地方 徹底看空 第五個的話 你會得 就會生菠兒治 然後第六個 第六個的話 是 是你會得到生定 金剛玉三摩體 第七個的話 會把薄摩都看作平等的 看作平等的 好 那下面的話 有解釋 前接等入一切佛叉 外道入處 衛意的話 入一切佛 佛土故 入一切眾生 守樂故 唐意的話是 由眾佛國 離諸外道 就 稍有不同 入一切佛道者 是入佛界 外道入處的話 是入魔界 你 佛界你要入 魔界你也入得了 所以的話 那些魔的話 都是實地菩薩去化身的 你在讀哪一經的時候 他特別跟你這樣講 他不是那些魔 魔的魔頭 不是隨便化身的 所以任言經這樣講 觀世音菩薩 從文師修 入三謀地 如是見證 生滅即滅 即滅現前 忽然超越 誓出世間 或二出生 一者善何 十方諸我 這就是善 十方諸我的話 就等入一切佛叉 就是 那個本節妙節 以佛如來 同一慈禮 這就是善何 下而 二者下而 十方一切 六道眾生 以諸眾生 然後同一悲養 跟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他不是只有入佛境 魔境他也入的 你修到這樣 佛、魔 通通都入的 通通都入的 那下面這一段的話 就告訴你 那個 入聖流 跟實地 怎麼修 就在下面這一段 第四段 第四段 那這一段的話 有的時候 劃分是 嗯 有一點 各家的劃法不太一樣 我們這樣看 先看白字好了 先看一百二十二字 一百二十二月 一百二十二月把它標 標作成佛大道 成佛大道 成佛大道 他說 大會啊 大會啊 因為這個緣故 遇政的如來 隨入法姓生者 你就要正的法姓生 就是一定 一定就是 入聖流 就是已經入地了 才有法姓生 第一個 你當要遠離五陰 十八戒 十二路 至心首限的幻象 幻象 你要回到至心清淨 那外面的話 都是都是幻象 即因緣和合手作的方便 這個通通都要離開 這個修行的第一個步 就要遠離五陰 十八戒 十二路 你這都是自心首限的幻象 因緣和合手作的方便 你這樣的話 身珠面虛位 通通把它看清楚 這就是第一個步 第二個步的話 你要秉持諸法 一切都是唯心的 然後一路直徑 心都不要有旁駛 仔細觀察 無時以來的虛位過患 妄想習氣因子 即預設三界的諸有 嚴格講這也是第二的前半部 那這後半部你要什麼呢 思維都沒有都無所有 你要真到心跟靜都要空 不是只有靜空 你心也要空 契入活地一切極境 無生無滅的境界 到達如來內政甚至 內政自覺勝趨的境界 這剛進去而已 第三個 你要自心很親近 自在無愛 而道不假公用的無開發型 如 就好像什麼呢 無開發型就好像什麼呢 如 如縱射而轉的模擬寶珠 模擬寶珠有這個特性 隨性深入眾生 維繫的心形 你要維繫的心 維繫的心你都能夠了解 而以化身隨其心量 應激社教 度化他們 就是第三個 下面也可以講是第四個 也可以變成五個 都沒有關係 然後菩薩從出地到二地 以至到十地 然後等絕妙節 見識精進 向上深入的話 相續建立 贈得佛果 以事之故的話 大會啊 這些的話 第四個就 你的本心 你的自信 本具有的西談法 就成就的法 乃是最善 所以你要選擇什麼法門 要弄清楚 不是每個人 都是像自信談法 你所屬的法門是什麼 你要從哪邊 自信 本心自信裡面 能夠你成就的法 乃是 乃最上善 你們應當努力修學 所以觀音節記這樣講 遠離陰界路 此跌就妄想進界 心音源手作方便 就這個對什麼 就叫離心意意識 這句多有一點不同 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所以講來講去的話 嗯 再換回來 再換回來 那個一百二十一頁 我們從看他的 看他的那個 你可以 我當時翻的時候 是把它翻作四段 也可以翻作五段 我們就從這個這樣看 看過去 大會啊 世故如意的 世故 欲得如來隨入生者 第一個 就是應當遠離 應界入心 這是第一個 應元手作方便 生住滅妄想虛偽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一樣的 第二個是唯心直徑 要觀察無止虛偽過 無止虛偽過 妄想習氣的音 那個習氣要拿掉 那沒有那麼容易 那到了R1的那個 都還不容易 然後你要看三界的 三界都是虛幻的 這個地方可以當作二 下面也可以當作三 因為這樣就破的比較 比較細 我當時翻是沒有那麼細 思為無所有 佛地無身 要到 要想到這個地方 到自覺勝去 就是要到佛的那個境界去 第四個要自心自善 到無開花形 就好像無開花形要像什麼呢 要像魔女寶珠一樣 持入眾生 為虛之心 而以化身隨心度量 第六個 修是諸地見次 相續見立 所以的話 他告訴你 自息談善 你要自我成就 應當修學 所以修行的話 就告訴你 是自己 自己修行的 自己修行的 而不是靠 靠別人 跟別人那些東西 你要把它看 所以叫做自覺勝至 你自己要去覺悟 整個的話 大體上就是分 應該講分三段 三段 第一段是 是講那個 有119的 最底下的那個四個 四個要點 無所有境界 余生駐滅 你要自心起 然後你要隨入分別 隨入分別 用到他後面 這四個為基礎 然後的話 怎麼到陸地 陸地的話 大概可以破七個 這邊這樣舉來舉去 大概有七個關卡 這樣進去 後面的關卡沒有關係 但是第一個 你要判破生死 你要有大悲心 你要有無為 無開化 這三個是要點 其他的話 從一地到一地 那是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這樣去做 慢慢去做 那下面的 一直來講 他就告訴你 告訴你的重點裡面 不管你是怎麼 怎麼都遠離心 那個遠離的話 嚴格講 跟前面也都有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是為心執敬 要那個 諸地要見次 要相去見立 你自己要 要把握住 你自己成就的法門 自欺談善 你下面會談很多的法門 那不是一樣樣的法門 你通通通的 在這個心思法門裡面 哪個最重要 你要把它掌握住 掌握住 大概本文就在這個地方 OK 下面一個深論 這個你文字上 不一定讀得懂喔 那你回去的話 你要照這樣的話 就是那個標點 你要這樣 有的當然不一定完全一樣 因為你看歷代的祖師 他們標的話 你看每個祖師 這個看好 那個祖師那個看完 那沒有關係 大體上小差異是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 它的要點 你要掌握住 第一個祿聖禮物 就是下面四個你要知道 那個祿佛 在實地進行的時候 你第一個 實地進行的前三個 你一定要了解 到後面那沒有關係 那因為你的程度 越高越高的時候 那到佛地的那個 那個後面的那個 那個佛摩不二 那都是非常高 那都不是現在的重點 現在的話 我們還是希望大家 你不要太排斥就好 不要太排斥 你要知道 因為你一排斥 你就不遠 現在告訴你就說 你佛摩不外 萬一的話 你到那個境界 因為那些摩的境界 不是我們可以一下可以那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這邊的時候 今天來這邊講 我到前面 我也欺負的啊 我給各位講一個 一個東西 我也欺負的啊 那就你把他當作魔鏡啊 他呢我告訴各位啊 就一棟房子 他就是樓上樓下在吵架 樓上的打電話給我啊 他打電話給我 講一講講一講 他怎麼講 他說里長我選你喔 你要代表我 請你去跟二樓講 他這樣不對 叫我去要去叮叮叮叮叮叮的 我說我說你 你把他約出來 或是你兩個來 我里長 我是公親耶 啊我代表你 他說我這樣 我為什麼要選你 哪些東西 啊我都不知道 你做的對不對 我怎麼去 我就去指責對話 哪裡我這樣做的事情 那就活活不餓 你這樣你會很難 哪些東西你都會很難 啊你剛開始的時候 魔你就不能進太多 因為你境界沒有到那個地方 跟魔的話 最好 剛開始就不要討厭他就好 事實上我跟各位講 修行的最大麻煩 活不離不路 因為你喜歡 你喜歡你會接近 那個魔的時候 你會你不喜歡跟他 因為你知道這個 你自己是親近的 你都不喜歡他們 而且好像都把他們 當作為敵人一樣 啊你要慢慢的 你不要那麼討厭 啊怎麼那些東西 看看有沒有心 可以感化他 我們有簡單的 資源回收了 我跟他講啊 那這樣講說那個 那他還不容易 那像你要趴車的 我跟他講趴車的 跟他講說 哎呀你為什麼你那麼會開車 你不去開車 他怎麼回你啊 他說這個比較好賺 哪有那麼容易修行哪有那麼容易 他就摩 摩的東西啊 摩到好的話 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所以跟你講 他還活在陸地 外道路出 那外道在我們一般讀起來 所以維摩 維摩經為什麼不能那麼早講 維摩經很多就是這樣的境界 就講就這樣 維摩經就講 他以怒之 他跟你講以怒之信 也就是 以怒之信也是成活的大道 也是那個地方 也在那個地方 那個就是境界 看哪些東西 他沒有那麼快 我們現在先把自己的境 弄越大越大越大 那些不要排斥 哪一天到那個境界的時候 通通也就弄在一起 這樣活摩就不惡容 你一直對抗摩的話 那不容易 那不容易 所以第一個你要知道 那個陸地的那幾個要點就是 你有沒有看破生死 生死涅槃 哪那麼容易 講都文字上講都非常容易 第一個告訴你說 生死跟涅槃是平等的 你哪裡會平等 大家的話到 螞蟻的狗血偷生 還是生死平等的 哪有那麼容易 哪有那麼容易 你要把它看作這個生死流上 生死流上的生死跟涅槃是 在生死流上是一樣的 所以你是要回去 還是 那不一樣 你的觀點不同 你的看法就不一樣了 先把這個破掉 你要具備有那個無恥大 無恥大 無恥的那個無因緣 就不要特別有系數 在那個慢慢的破 慢慢的破 這樣才會大 才會大 這個地方 後面的話告訴你 所以尤其最後 自息談善 所以有人說你要修行法門 每個人修行法門 是不相同的 因為到現在還沒有修行法門 今天我只跟妳講 不相應 是後面的修行法門 但到現在 因為他現在八四怎麼起 還沒有告訴你 八四起的時候 他告訴你 你那個時候 就你要抓你的身 你的修行法門 你的弱點在哪裡 你要從哪個地方斷 要這樣 不是每個人都相同 每個人都相同 那就簡單 那就畫一就好了 那都不一樣 現在實在大體上跟你講 上面的是幻境隨限 你一有幻的話 你自己就要了知喔 你要知道 這個告訴你的話 就是要用陸地 當作你的目標 然後 那個 我不會把 上面的活摩 所以我不會 跟 要 我既然也做不到 活摩補也做不到 有些 那些都不好 有時候看一看 看一看 那真的是大字落語 真的是大字落語 那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 會那個 所以 我們現在來看成果大道 下面的那個說明 來 快試試看 本節經允 遇得如來誰入生者 即言 遇政的活果者 應該第一個 違心 前面我又把它拿掉 那個 你現在就是覺得 你一個 換句話講 所有的都是唯心 都是修 都是修這一顆心 離什麼心靜靜 那些的話 都唯心止靜 從你的心 把你的心洗乾淨 把你的心 看緊你的 把你的心洗乾淨 看緊你的 不要再濁烏 這是唯心止靜 你這樣的話 本來他前面還有一個 遠離身住面 沉浸 心事 心事今天有喔 連四周虛幻的喔 今天黑板的那個華言 連四周 上面上禮拜是講 那個 那個就換淨水了 那是講淨 今天跟各位講 連四 也一樣 心事 然後除 除 除面 妄想虛為 第二個的話 不要一次就想 就那個 你看刺激 症斷 這跟那個佛教的 跟那個禪宗不一樣 禪宗的話就是你看 那個就一下就劍性 一下就劍性成我 劍性那個成我的話 那是劍道 也不是正道 因為劍道 劍的時候 那個還不是你的 那個已經進入了 但是你要隨時 要變成很深入 就是用簡單的字 就是人運自在 就好像今天我們所舉的意思 就好像你要像什麼 修到什麼呢 就像你的呼吸 就好像你的走路 那才是你的功夫 沒有的話是通通都別人的功夫 就好像就講簡單 我每個人都是讀書來的 就好像要九九成化一樣 那變成九六成化是外面的東西 你要背的變成你的東西 看到九九你就知道八十一 這樣才是你的東西 那你九九的話 因為從九從九成一 九成二這樣一直算來 那還不是你的東西 那還不是你的東西 所以你要劍斥的賺 第三個的話 你要無言大慈 同體大悲 這樣的話你就像那個寶珠一樣 這樣的話就會隨入眾生 維繫的心 而以化身隨心度化之 而以化身的隨心 這個化身要修到一定進去 第四個是自我成就 自惜談善 修行就自我成就自己喔 自惜談善要自我成就 不靠別人 靠別人 別人的話只有加持 這邊呢也只引領各位而已 並沒有辦法 那你自己要進去 那只引領方法 這告訴你怎麼劇多 怎麼那些東西分幾段 你有沒有辦法說 你自己有沒有禁忌 所以有沒有先見到 那個喔 所以應當修學到達自己的生意 所以這樣啦 一二三 本經這樣講 大聖諸渡門 諸活心第一 也就告訴你修心 諸活心就第一 活許大會菩薩 西談離言說 就成功的方法 西談這個 西談有很多解釋 有解釋來解釋去 成功的方法就是離言說的 這個西談就不是自己 這個時候就是成功的方法 是離開言說的 我建議要把它顯示出來 我要把它顯示出來 並免疫說 治西談你自己成功的方法 就你自己是 這個你自己成功的話 就是適合你的方法 所以西談這個又改過來啦 就適合你的方法 所以法門是你自己 不是每個人都 那你看那個那個 任言二十五法 二十五言通 也不是每個人都 你有的人就是這個地方進 有的人就那個地方進 每個人不相同 你看這西談到這個地方 用過來又不同 用過去又不同 那西談離言說的時候 就告訴你 那個西談就是成功 成就的方法 是離開言說的 補嘴巴空說無用 這個時候西談是這樣解釋 治西談是你自己成功的方法 你自己是 你自己成功的話 就是最適合你的方法 這個時候是西談就變成 最適合你的方法 你應當去修學 所以你要選方法 你不能盲目的啊 你的生命有限 你不能通通都是盲目的 這個你要那個也要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華原裡面 華原有一個句詞 我們跟各位一起勉勵華原 若人欲了之 你想要知道的話 三是一切佛 就是你要知道佛果是怎麼修的 那你應該就要看仰見信 就要弄這信 弄到信的地方 信的就是一切都是唯心造的 所以告訴你就是修心 修佛就是修心 要把這個心怎麼洗 怎麼洗好又怎麼保持住 就華原裡面 若人欲了之三是一切佛 就是你要知道佛果 成就佛果的那個的話 那你就要看應觀法界 那個進入到自己的自信裡面去 那這一切的話 都是唯心所造的 所以修佛就是修心 沒有修什麼 就修這顆心 這顆心怎麼整那個 今天也是告訴你修心 一切為那個什麼 你那為心直徑 你的心境界你把它慢慢的 一個一個把它提高 心一個一個把它提高 OK 今天劃分這三段 這開始下面的話 就是要轉世那些 那個的話句子很 下一次大概就開始有 有那個諸事開始就起來了 就起來了 今天的話是大體的方法 前面的話告訴你 幻境隨見 就告訴你 你要了解幻境 境界是幻的 今天我們有進來 連世也是幻的 你從心裡面 有每節都有重點 在那個地方 每節 今天的話 嚴格講 下次我可能會把它弄三段 因為那實地的話 嚴格講這樣話 不容易講 就是出地的時候 實地他這個沒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出地的時候 大概有哪些東西 到上面去 上面去有哪些東西 到上面去 嚴格講 我常常讀書 我跟各位講 你讀書要重點 哪個是你那個 那有些是別人的東西 別人的東西 這部經 我這樣又給你講了 這部經的講法 我告訴各位 這部經 為什麼是當時講 是 漢地為一個 因為在達摩的時候 外教是很盛行的 到我們中土 也有那個 到我們這個時候 讀這部經的時候 這個的話 就對我們來講 並不是切用的 你懂我意思嗎 那就不是切勇的 那個你不要花太多時間 上次不是有跟各位講過了嗎 你那個印度的度量衡 你如果要花時間去研究印度的度量衡好吧 那你是保存文物的 又給你講到現實 又給你幾個例子 我當理長剛剛大 還不到一兩個月的時候 就一個理名給我講 他說理長理長 拜託你給我兩個小時 他要見我 他要跟我有一些想法 要跟我溝通 他來跟我溝通什麼呢 他說文物很重要 他說文物很重要 我們這裡的話又是很好 我們這裡的話行政院長 已經有住我們這邊 誰也住我們這邊 你的話就是這樣 把這些人以前住過的 去把他考察清楚 弄哪些 你對理上會 我說歐彌陀佛 我就沒有跟他講 我自己在心想 我歐彌陀佛 我就做這個 在考選舉的時候 大概就他兩個人 他跟他宣稱討我 其他的人因為我都沒有做事 就在搞那個東西 那搞好以後 那些東西有用嗎 我不能講沒用 我跟他怎麼講 我說這個你到 氣功所去 氣功所大概都不會做這件事情 你到市政府去 看他有沒有做古蹟的 有沒有做那個 世上的偉人太多了 你現在的話講 講哪一任的行政院長 都不知道到哪裡去 還行政 理患住哪邊 什麼住哪邊 你給他問清楚 我跟各位講 理患住我們居然 那個我們住在我們四個路四十四下 那個地方現在更沒有房子 變成一個停車場 那你考慮就只有立一個牌子 說他以前住這邊 那你有對理名有什麼 有有那哪些東西有什麼 啊問題是什麼 我問他說那你這樣 他說他先 他先在做考古 我說他有沒有證照 他說沒有 沒有他就希望有一個兼差給他做啊 密根的重點不是不一樣的 同樣的 那破魔的話 因為 因為在在在 釋迦摩尼佛的時候 當時外道是 所以你看這邊 他的外道是很多的 請問台灣今天的外道 台灣今天的外道 跟那個 釋迦摩尼佛的時候 外道一樣嗎 有沒有一樣 那根本都不一樣的 你那個你研究起來的話 你是要等等 所以我我又 因為這個故事我有講過 有一個人看我們出 出的這樣好像都印刷的不錯 他就來找我 他說蔡老師 你好了不起印了這麼多 印的我看內容都 多多多 他說他有一個花明 希望我能夠幫助他 幫助他印 我這個故事講過 他能夠幫助他印 我說你的花明是怎麼 我說你自己 我去找出本線跟他講 他說你先了解一下 我說好 他就告訴我 他說不是有那個四角解碼嗎 我跟各位講過啦 我們不是有注印五號嗎 有步手查法嗎 還有以前最古老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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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四角解碼 請問各位 四角解碼現在懂得 那舉手我看看 他說我發明喔 他說我發明喔 人家要四角一定要查四個角 然後就可以查一個字 我以後不要四角 兩角就可以查出來了 他不省一半 功募很大 那問題是大家四角解碼 找不到丟到哪邊去 都沒有人要 那你二角有什麼用 二角我要教大家 什麼叫做二角呢 他說有用 有用是你以前可能對你有用 對別人是沒有用的 對別人有什麼用 一百個人一千個人都找不到一個 就你一個 一萬個人可能就找到你一個 別人通通都沒有用 阿你把這個碰 要有那個智慧 你要的東西 我今天又回來 你要的東西 不要到了你蓋關的時候 你都還沒有 阿你不要的東西 不要要了一塌頭到不難 你又帶不去的東西 OK 這樣很重的話囉 阿所以看東西 你要一定的那個 因為你要會 看這個東西就吃斷油 吃斷油 怎麼破 怎麼破 阿你看哪些 入聖禮物四個要點 你看我都一點 一點明明也沒有 入地的話 今天給各位播七個 你也不要七個多一點 第一個叫入地 第一個 生死你看破了嗎 喔 那就看破了 第二個是重點 是你慈悲心起來了嗎 起來就入地去啦 阿沒有的話 一直在講自己入地 人家那個有大智慧的人 他到哪個地 他是很清楚的 你沒有的話 連慈悲心都沒有起來 那你 生死都還 還都沒有看破 你怎麼講你入地呢 喔 還再 又回來 又一個很重的話喔 你現在的話 你是一直在忙 你的修 所以你有方向 跟方法 你不要忙的方法 方法要 方法你從這 大家就找到 找到 你的方向一定要弄對 方向不要搞錯啦 然後第二個方法要那個 然後第三個 你就一定要確實要記住 哪個時候做什麼事情 哪個該 你不要想樣樣都是你的 那不可能 天底下都沒有那些東西 沒有這樣的 你一定要知道 你不要想你 你活到你 五十歲五十歲的體力 的經歷 六十歲六十歲 七十歲七十歲 你不要一直想 後面都是一樣的 你就一直在想 後面的東西 所以你要知道 你就我常常用 用我的觀 叫做一記奇的生命 你不要想說 你會 無窮見那個生命 哪一天一病蹦 就沒有去了 你在想 所以為什麼普賢菩薩這麼忙 普賢菩薩的那個 你看那個修行記 你看普賢菩薩 忙得多忙 你看 就好像掃水於和樂之友 你一天到 你還覺得你好有時間 這個也要沾一下 那個也要弄一下 弄到的時候 來要結算的時候 你這個也沒有 那個也沒有 天天都覺得說 時間已經快 已經快到尾巴了 要收尾 你怎麼收你的東西 你不要通通都不收 不收的話 這也有 那也有 結果你收東西的時候 你通通是沒 你的東西都不是你的 OK 趕快喔 趕快 把你的法門 把你的法門 那個 會 看你的法門弄清楚來 怎麼修 整個裡面 就這一生裡面 要到哪個地方去 人生就這樣 沒有很長 你說沒有很長 也很長 看你怎麼用 一天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又回來 我就一直講話 等一下又跟我講 你講太多了 成功的人是一個小時 做好多事情 不成功的人是好多時間 做不了一件事情 你要懂我的意思喔 成功的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會是這樣 隨便這樣 他可以做好多 不成功的人是好多時間 這樣 反正一件事情 他就沒有辦法完成 他不再要多少時間 才能把一件事情搞好 人家成功的是一下 我常常會舉郭台銘的 郭台銘不一定要這樣 郭台銘 郭台銘到哪一天 哪天去視察 吳元格講他只有做一件事情嗎 他什麼那邊的話 通通都收集好 到那邊就這個姐姐 那個姐姐 他是走一大堆的事情 他哪裡會做單一的事情 在那個地方 我們也是一樣喔 那方法要抓的 OK 太多了 就這樣 進到這個地方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